好 所以我們要以之一圓 所以我們第一個一定要是畫什麼 我們的垂直水平線 把圓形找出來 好了之後 老師先任意畫一個圓 好畫出來 好再來喔 眼睛 剛才老師是說畫眼睛 眼睛的意思就是怎樣 以這個直徑兩端為圓形 直徑為半徑 畫虎 好 有沒有 畫虎 畫虎 好這邊一樣 有沒有 好 好了之後 將這個直徑五等份喔 記住五等份是 好端點 畫出任意的斜線 對不對 好 五個單位 我是用兩公分 好 一二三四五 五個單位 好 端點接端點 因為我們要把直徑五等份嘛 好端點接端點之後 記住 老師的定義就是 不需要畫出來的線 不要多畫 請問同學 這條線要不要畫出來 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好 再來喔 這個是第四點 我就教 這樣子 就好 第三點 會不會用到 我剛才不是說二四嗎 所以第三點會不會用到 不會用到 所以說實在你不用畫出來 可是老師 因為你不會用到啊 好 沒關係老師先把它畫出來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點 所以你看第一點 第二點 第三點 第四點 這裡第五點 好 再來喔 眼睛這端點接第二點 你不要接到這邊喔 常常看到學生接到這邊喔 欸這邊不是你任意定的嗎 怎麼會接到這裡呢 好啦所以是接這裡 第二點 好 接到這邊 跟圓周畫在一起 好 第四點一樣 跟圓周畫在一起 好 香板換這一邊 第二點 啊 跟圓周畫在一起 好 第四點 跟圓周畫在一起 好了之後 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把它連接起來 好 有沒有 五邊請就畫出來了 知道意思嗎 OK嗎 好啦好 自己畫一次看看 找一個背景